十个商人九个奸 这是自古的老话 而现在呢 十个商人九个骗 简直是 说到这句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 会不会引起你的反应 那实在太难看了 现在 不光是骗人 连自己都骗 那些打工的 有的也真的很忠诚 一心为公司考虑 甚至本事 不该他 因为最低层吧 没有他的决策权 也要想很多 一心怎么怎么样 也没有好 你不在机会 想想 那你这个想的是 首先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个钱 卖的服务值不值 他的成本是多少 你真的接触过没有 那你要接触到一线 你才知道真相 不能听人家嘴上说 怎么怎么好 又拿出几个个别的例子来 你要看大数据 你要看大数据 你都了解过吗 你接触的很有限 就是所谓的老板 有些他上面 因为加盟嘛 所以说上面还是 培训了 洗脑啊 这个东西好啊 被人卖了 还替人输钱 这都是套路 所以 现在说 什么舍不得花钱 为自己活 这些口号打出来 那一看就是伤人 说的话 成为俗语 这个社会的普遍 那是很悲哀的事情 你买对的 不买贵的 这种话 那听起来还是比较舒服 那是对的 就是综合 什么叫对的 适合自己的情况 穷就穷过 那我精神要快乐 这才是人生 才是活的意义 所以 我们现在 为什么 一些心内忌汤 老实说这种 还是有它的意义 有它的社会 现象 虽然它是表面的 落不到运用的一层面 还是 所以 一分价钱 一分货 这种话 都可以讲 但是什么人讲呢 你得实在的人 才配讲 才有权力去讲 你如果 轮为一个口号 广告 被有心机的人所用 用的商业 你看这个人不对呢 这话你不要听的 听起来很刺耳 那可能就有问题嘛 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再怎么样 也不如他们 买的永远没有卖得进 因为他们每天想的就是 怎么把你口袋的钱 装在他自己的口袋 那当然了 也有一些人 真的很会过 节省 勤俭 吃家 你看我们历代的 伟人 那真的是 非常的简朴 有一些 那才是我们 真正 中华的传统美德 最重要的 其中一个 那家里 如果你也有这么一个 那他就很吃家 很会过 那才是真正可爱的人 那才值得惯爱 那尽力就好 你不能说老是吃不好 偶尔的不好 其实对身体反而是好 锻炼 这两股善恶的力量 我们曾经讲过 这个 就是 不甘不仅吃了美病 它提升自我免疫力的 一个激发的一个斗志 那个货币三家 你买东西 你即使比 你也要搞清楚 同一条街 同一个市场 那大家都商量好了 人家长期在这呢 就是竞争 人家也要合作 这都不照而宣的 但是 无讯